大家好,我是羊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都可以来激活臀部肌肉 把臀部练得更饱满 不仅可以提高臀线 使腿看起来更修长 还会减轻腰酸背痛的情况 根据锻炼部位的不同 之前我们就来分享四个动作 锻炼部位分为上臀、下臀、侧臀 和整个臀部都要练到 第一个动作,俯身后踢腿 主要锻炼的是上臀 可以把整个臀部上踢 使臀部看起来更翘 首先找个支撑物 身体前倾,支撑腿微曲 保持身体稳定 一定要腿抬起 臀大肌收缩 带动大腿向上抬 到最高点,稍有停顿 感受臀大肌收缩 始终保持张力 两腿各做12个为一组 工作4组 足一组之间休息30秒 第二个动作,蹲跳 主要练习的是下臀 可以提高臀线 使腿看起来更修长 自然站立,两脚分开 比肩略宽 然后下蹲,两手出地 接着起身跃起 两手上举 再连续地蹲跳 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团上室做12个为一组 工作4组 足一组之间休息30秒 第三个动作 深蹲侧踢 首先站立 两脚分开 比肩略宽 然后下蹲 两手捧于胸前 接着起身 侧踢腿 两手后背 两边各做12个为一组 工作4组 足一组之间休息30秒 这个动作主要练在是臀中级 可以改善臀凹陷 使臀更饱满 第四个动作是弹性深蹲 团上室站立的姿势 两脚分开 比肩略宽 两手捧于胸前 做下蹲起身动作 不要蹲得太低 也不要起得太高 像有弹性一样 反复地下蹲 团上室12个为一组 工作4组 足一组之间休息30秒 这个动作主要练习的是臀部整体 提高整体的臀部线条和维度 这四个动作可以一起做 也可以针对不同部位单独练习 刚开始可以少做 循序渐进 好了 这期视频就放在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